Hello 大家好 是不是等了很久了 等了很久 其實說久又不久 因為我覺得時間過得很快 尤其是可能快到演唱會 它是快到我意識不到 完全沒有緊張的成分 但當然出場前就開始緊張 所以我覺得時間過得很快 也希望自己可以把握好時間去珍惜 是啊 我忘了歌詞 所以其實今次的表演 是我不滿意自己之中的滿意 因為其實昨晚是Full Her 之後我就覺得我Full Her做得很差 之後我就很緊張我今天究竟可不可以做得好 但是順其自然 我覺得唱現場就是有這樣的一種魔力 例如唱錯歌詞 入錯拍 又或者是唱錯東西 沒錯 我覺得這些在現場都是一些很搞笑的位置 你覺得上次比上一年一定的一場 可能就差了一點 我覺得各有各好 也有各有各不好的地方 可能上次做得不好的地方 今次可能好一點點 或者上次好的地方今次又做不到 所以希望自己之後那兩天都可以集合他們 其實是 這首歌我本身是很喜歡的 我在小學的時候有聽 但當然沒有《隱形的切剖》 聽得那麼長時間 然後這首歌也是 都是在我出道之後 更加發現 這麼美好的事情 是因為 以前可能自己意識不到大家對我的愛 但我也感覺到 但就 不是說這麼明顯 就是自己 不知道是年紀問題還是 總之小時候就覺得 可以了 但到大了才發現 大家給我的愛 其實真的很多 所以這首歌 其實我也很想選擇 在演唱會唱的就是這個原因 也很想送給他們 也很想表達出 這份歌詞 對我來說的一個感覺 是不是很想念爺爺 其實爺爺也是 爺爺其實過了生 其實不是說很久 但是我也沒有跟大家說這件事情 所以 所以 突然之間可能想到 又哭了 因為那些笑點或者 哭點 是很突然的 所以 我也 也哭了 就是 就是這樣 還有 他沒有聽過這首歌 但是 我想說什麼 但是爺爺什麼時候離開 爺爺 我不記得爺爺什麼時候離開 但是爺爺什麼時候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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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 幾年 幾年 上年 上年 8月 對 上年8月 所以就 突然之間很感觸 之後 也都是 對 我忘記了我想說的事情 對 這次來請 找做嘉賓 是你自己請 還是 對 是我邀請 因為其實我也非常欣賞他 也很喜歡他的歌 然後到這次 大家 開始真正地交流的時候 我發現他真的 很有才華 沒錯 也很好人 也很友善 所以 非常喜歡 所以邀請了他 會不會請有人接觸你的朋友來一起 我暫時就只是 跟Felix 去 夾了 但是其他的朋友就沒有夾 因為 之前Felix 也有跟我說過 很想跟我合唱 之後 我們又在想 好像真的沒有合唱過 之後我就邀請了他 還有就是 大家一起選了花月琴的樂性的一首 經典的歌曲 所以希望大家會重點 今次這個 我記得了 就是 其實我 昨晚彩排的時候 我也有鼻孫這首 明天你好這首歌 但是我就忍住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 通常到現場 那種情感就會上來 而且我看到 今天看得特別清楚 例如有DJ朋友 也有家人 也有我的朋友 也都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看得這麼清楚 今天 所以一下子就哭了出來 就是這樣 好 Sorry 很危險我們先剪輪 後面那些one down的歌 有些歌會不會不同 是的 因為有很多首歌 其實都很想表演給大家聽 如果有機會的話 所以就 有些少改動 之後的日子 都會有不同的改動 少少 所以 希望大家會期待一下 即是接下來兩晚是不一樣的 是的 是的 但譬如DMI Bands 你上次是唱到哭了 那就是怕自己哭 所以不唱 其實又不是的 因為我自己說 歌單裡面有很多歌 所以 我都很想每一天 可以唱一些不同的歌曲給大家聽 所以就有少少改動 今次就不要唱到這首歌 那有沒有吃飯 看到你的小蠻姨很厲害 謝謝你 其實我有吃飯 又要說回昨天彩排 因為昨天彩排 我吃了適當的飯 又不是很飽 又不是太餓 但是 支撐不了整個演唱會 所以我今天是故意吃多些 那就OK 然後 剛剛下台後 我就馬上吃了一碗飯 你也會吃一碗飯 是的 只白飯 不不不 有時候很鬆的 也非常有 就是青椒 黃椒 紅椒 還有魚蛋 芹菜 那些Friend 哇 很豐富 是的 是愛心餐 我等一會發照給大家看 你有沒有 你現在是多少寸 沒有特別去量 但是 我應該不是最瘦 因為那時候 真的很怕 有一點點 對嗎 有一點點 是特意練筋嗎 我頂不信 其實又不是特意練的 我今天吃了超多 就是 比平時多很多 可能很飽的 不是特別飽 你覺得不是腹肌系統 所以 我今天也很想多謝我的腰 因為他沒有什麼出醜的情況 所以 很感謝他 而且 腹肌方面 其實我是有練少少的 但是 因為我 做健身的時候 其實沒有特別說 練腰或腹 做腹人群 我做了一兩天 之後 我就 沒什麼特別 因為 我最想操的 就是 背 體態 上身 而且 因為跳舞都要用力 我就很想 操上身多一點 所以 上身是多於下身 和腹 的 是否為了 那件 跳舞衣服 所以 特別要 所以 特別要 其實我本身 不知道 是要穿 一套這樣的衣服 其實都給了我一個 很大的驚喜 所以 也都很 其實我也挺喜歡 這次的衣服 其實跟上次那套是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是 還有一些藍色牛仔布 所以 各有各的美 然後 這次 我覺得都合手 也可以和各位跳舞老師一起 穿 色彩繽紛的衣服 希望大家看完 心情都會好些 餐廳 其實你沒有再代言那間餐廳 那又不是的 就是我覺得 原了約是嗎 又未完約的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 順其之言 隨語而安就OK 是 還有大家樂 是大家的 不是我自己的 大川市的投票出了之後 你的粉絲有點激動 是嗎 就是說 看來我要安撫一下他們 是 他們 我想他們都緊張過我 因為我可以用一句 語言去說 就是 就是我不是說他們是太監 就是 是皇帝不急太監急 就是我不是說他們是太監 但是 我很想跟他們說 你們冷靜一點 就是會再有合作 冷靜一點 我們可能會再有合作 大家不要那麼激動 嗯 我想問一下 我也不是說自己是皇帝 我想問一下 那個新MV 其實粉絲也很激動 我看你跟我男生這麼親切 嗯 他們真的 是的 我都相信 我拍的那一刻 其實我也 有幻想過以後的日子是怎樣的 即是怎麼樣 即是 不是說我幻想過以後拍拖的日子 而是我幻想粉絲他們的一個行為 因為 其實我的會長有跟我說 哇 因為我有給我會長先看的 然後他說 你死了 你這次你這樣拍 他們一定叫到擦天了 我就 嗯 好啊 拍都拍了 這樣 但我也很喜歡這次的MV 也要很感謝這次我們的導演阿勝 也要很感謝小童 也要很感謝朱文熙 然後才可以 絕成到一個這麼好的作品 是否下次不敢再拍拖 那又不是 因為我覺得多多想 拍拖是極限的事 怎麼會帶到要大家接受 我又不是逼大家去接受 但我覺得順其自然 也是隨遇而安 都是 所有的事情 我覺得都有他的道理 即是上天安排了 應該 上天透光者的MV 那些粉絲也很激動 為什麼呢 有 即是你那個跳舞 然後有沒有自己的東西 又不是很適合 還是 你的質素都有要求 其實我覺得 每個MV都各有各的不同 亦都他們有自己的風格 即是好像透光仔那樣 是一個 黑白的 一個畫面的感覺 即是可能 光影的感覺會比較強 又或者自己跳舞 都是第一次在MV出現這種舞種 所以 又很不同 然後 今次《救生倉》 也是很不同 所以 可能 又是我的第一次 跟男主角真正去互動 所以 又真的很不同 之後 之前《大開眼計》 可能我自己是唱歌 然後 裡面有男女主角 又是很不同 所以 希望之後 就可以推出更多不同的作品 給大家看 粉絲說 好像失戀一樣 看完你的MV 我好像有看過一個留言 是說 今天是我的失戀日 然後我就笑了出來 我是不會放棄大家的 所以大家是不會失戀的 是我單戀你們 還有一些年長的粉絲說 不想你這麼快大高 我也不想我自己這麼快大高 但是一轉眼就已經19歲 我自己也真的很感慨這個時間的 嘩 滴水 滴水 你來了 快點 快點 說完這句 然後 大家 我不是緊張你們 給她 不 抱歉 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那些粉絲 連長的粉絲 不想你這麼快大高 是嗎 其實我也不想自己這麼快大高 我以前很想自己可以快大高 但是 到現在 也很想自己可以回到 以前的那種 那種 年紀那種 天真無邪 什麼都不用想的 那一個 時段 因為其實我發現越大 自己就越想得多 所以 我也希望 自己可以 成熟得來 都保持著 那一夥最 童真的心 謝謝 謝謝 謝謝